大家好,我是三喵鞋肥菊桃桃山岗 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叫所谓的感恩和原谅 当然前面加了一个所谓的 您也知道我对他这种态度 之前我聊过苦难教育 聊过这种PUA 讲到这个PUA和苦难的时候 我说很多家长是逼个孩子这样的受苦 是创造条件让孩子受苦 我再说一遍 有的时候有些苦不得不吃 但是家长没事找事 让孩子受苦 这就是十足的混蛋 没错,这就是我的观点 那么除此之外 很多情况下 包括很多的家长想去掌控孩子 包括很多的那种上级想掌控下级 除了这个之外 还会用这种感恩,原谅,苦情这些东西 那么节目时间有限 我们今儿讲两个 回头我专门录一期这种苦情 当然感恩,您不陌生吧 对吧 早上走在大街上 你会发现很多的美发那种发廊什么的 他们在进行什么员工励志这种东西 几年前还是挺常见的 现在大约是经济下行 这玩意儿已经见得少了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什么跳舞 什么手语操 唱的那种歌都是感恩的心 我就不跟您在这儿唱了 然后还要高喊励志口号 包括前些年啊 大概已经有个七八年光景了 对吧 我那会儿在新东方教书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同事跟我聊 说义愤填膺 说你知道不知道谁谁谁离职了 我说离职了吗 他说哼 他怎么能离职呢 他难道那公司不感恩吗 是公司给了他公司 他难道就不感恩吗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为这个公司说好话 那么当然他的整个整个的这个言行啊 整个整个的这种人生 也是被深刻绑定的这所谓的感恩 你包括那个很多很多学校啊 这个会教育孩子 要感恩父母啊 给父母洗脚啊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东西 那很多统治者也是教育民众 要感恩 哎呀 谢主龙恩 对不对 这个谢皇帝不杀之恩 哪怕被皇帝赐死了 也要谢恩的 那个朱元璋他写过一篇文章说 你们这些刁民天天没事就想着造反 都是混蛋 你们应该感谢皇恩浩荡 所以看到没有 这种感恩更多的何尝不是一种PUA呢 何尝不是一种manipulation 何尝不是一种掌控的这种手段呢 有人跟我说人该不该感恩 人如果要感恩 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去感恩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特别感恩的陶桃 对吧 这个陶桃啊 小尾巴 花花 桃花 乌梅 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我的抑郁 我特别感谢我的几位老师 然后他们这个为人啊 学问了很多很多方面 给了我很多很多的这个启示 你包括我现在特别特别感谢 感恩啊 我的一些这个观众朋友们 比如克里斯章啊 好多好多回给我去理这个节目清单 我三秒 你还有那么多坑没填呢 对不对 然后我就想 嗯 就悚然心惊 好吧 要振作起来 要填坑的 特别特别感恩大家 这个都是发自内心的 但是如果一个居上位者 他握有权力 握有power 然后他强迫下面的这些人去感恩他 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操控 对不对 很容易就会被洗脑 其实你说中国古代的那种孝道 何尝不是如此 这种你要感恩上面的那些人 感恩国家 感恩皇上 又不是这样的吗 总之这种东西只要不是 当事人发自愿的 而是强迫你被迫感恩 这就是混蛋 这就是PUA 那么类似的一个词 原谅 哎呀 这个你要原谅他呀 对不对 你看到没有 都是那个对别人造成侵害的人 理直气壮的要求对方原谅 那我要是不原谅呢 行不行 我都说对不起了 你还想怎么样呢 对不对 这种在人际交往 校园霸凌当中经常发生 对不对 那个要道歉 对不起啊 我都对不起了 你还想怎么样啊 非常理直气壮 你为什么不原谅我啊 好像不原谅这个人就心眼而小似的 其实这种原谅也是一种PUA 这个比感恩要更加的隐秘一点 因为他的一个前提是建立的 我犯了一点错误 对不对 这个七分工三分工 对吧 我的功绩跟错误是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即使这个样子 对吧 我都已经道歉了 你为什么不原谅我 理直气壮的要求对方原谅 对吧 那有的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 包括国家跟民众之间的关系 难道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那么当事人有没有不原谅的权利 对吧 我之前做过节目 你们也有的朋友知道 我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子 那么当事人子女 有没有不原谅父母的权利 对吧 有人说如果不原谅 你就怎么怎么着 能放下自己什么什么 那我想说的就是 如果不原谅 那就不原谅吧 对不对 你被外界的这种东西所绑架 强迫自己去原谅 我觉得这下就要不放过自己吧 对不对 一个成年人最重要的是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如果发现被外界绑架 你必须这个样子去做 别人才会满意 你必须那个样子去做 别人才不会说你的闲话 等等等等等等 那这样的话 何尝不是对自己的残忍呢 这样子何尝不是对自己的POA呢 所以说所谓的感恩或者原谅 这种东西它好不好 这个东西如果是发自内心的去做 一些事情的话 那当然好咯 对不对 你比如说这个之前 我曾经把我的这个数码单反 借给我朋友 然后朋友给用坏了 无所谓吧 那个关系挺好的 那就无所谓 这个叫原谅 对吧 我不在乎嘛 然后我当然我也做过很多的 这个我的朋友看起来挺不满意的事情 然后我也非常感激他们能够原谅我 但是前提这叫什么 是平等的交流沟通 然后双方把话说开了 然后呢 道歉真的是诚恳的 对吧 我也给我朋友道过歉 有的时候做的一些事情 的确挺不好的 那这种情况下 对方不原谅我也没办法嘛 对不对 你就不要去要求对方必须原谅 所以说这种 你看很多的那种家长要求子女原谅 就是你知道子女离不开你 我都道歉了 你还想怎么样 很多校园霸凌那种霸凌者 对那种被霸凌者 那种假惺惺的道歉之后 反正我们还在一个班上 你能怎么着 抬头不见 低头见 我都已经道歉了 你为什么不原谅 等等 那种本质上还是一种POA 你觉得无所谓的事情 对方真的会记恨一辈子 所以说这种东西至少在我看来 在简中媒体当中 在简中网络当中 已经被用的非常非常的烂俗了 这两个词本事上 它就等于人身控制 就等于那种让你去无脑的去跟随 所有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邪恶的 所以你看本来一个好好的东西 就这样被用坏了 然后被用坏的这些词绝对不止这两个 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都是成年人 对自己好一点 不要因为这个觉得内心的愧疚 或者一些别的一些东西 就被别人给牵着鼻子走了 那做到这里 其实挺不容易的 真诚祝大家能做到这里 好了 我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